当年韩庚也没想到 自己在节目上的空翻 竟然成了韩团选拔中国成员的标准技能 摆印象 以至于李秀根在节目上得知 徐明昊是中国人后问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会空翻吗 徐明昊也是人狠话不多的主 话音刚落就展示了一段 除了空翻 徐明昊还能给你展示一套棍法 绝对标准的退退退 这画面全盛容看了都得躲着走 要问这武术的实用性 还能给你展示一波手披西瓜 当然论及在韩武功的中国人里面 耍棍子耍得最优秀的还得是黄子涛 他在担任选秀导师的时候 曾对选手说过这番话 这话并没有吹嘘的成分 因为在Exo最初的成员预告里 黄子涛的展示画面又全是武术 甚至在上映这首歌里 直接将最后的ending动作 设置成了黄子涛的空翻 这首歌唱多少遍 他又要翻多少遍 因此受了很多刺伤 当自称练了20年韩式脚弓的大师 在王嘉尔面前展示了一波自己的武术功底 阿雪道对方是来招摇撞骗的 王嘉尔真的坐不住了 一个踢腿就让对方面露苦涩 又算是中国女爱豆也会空翻 程潇在棒球开赛现场 一身春丽造型的前空翻 轻轻松松在韩网 拿到700万的播放量 看看韩国人这一脸震惊的模样 这下中国人人均会武术这件事 真的洗不清了 中国爱豆在南韩 都有哪些硬核文化输出 周杰琼的琵琶 直接让任歌全场惊呆 让当年 优杰琼也是初代101选秀里的美强 惨没有剧本 单靠美貌与实力 扛进出道位的选手 因为弹琵琶出圈 还被韩国人称为大陆貂产 宋雨琪再出道初期 也没少做文化输出 用鼓针弹了一段女儿国 成了百万播放的高光part 优优独播剧场 能消的杂技更是让人烫为观止 在圆环里放上一杯水 利用离心力 可以让它不洒出一滴 有嘉宾说 杯子是用双面胶粘上去的 结果下一秒就被打了脸 自己相比 徐明浩的存在 又有一些不走寻常路 别的队友营业 不是在干饭 就是在练自贴 然而到了徐明浩这里 突然有一种淡泊已明智 宁静已致远的感觉 和队友一起直播时的才艺展示 也是十分与众不同 你见过哪个爱豆的 个人记事打快板 这架势一看 就是跟正苗红少年功走出来的好学生 还有什么是你们 中国爱豆不敢说的 节目组问 爱豆对于你们来说 Cube是什么 如果换做其他爱豆 一定对自己的经纪公司 阿夸特夸一番 然而到了叶书华这里 他无所畏惧地写下了离职倒计时 看看田小娟 都要把删除剑敲烂了 光快看到这一幕 心里一定慌得不行吧 面对特别势力的主持人 对友先答对了问题 看到这一幕的徐明浩 当场发出了灵魂质问 的老师 真是在瞎说什么大实话啊 当宋雨琪在任歌里面 玩词语接龙 管他文不文明 发音接上了 又是游戏胜利 在红阳国粹这方面 徐明浩颇有心得 当他在节目里 玩国粹谐音梗 没想到自己的韩国队友 全都听明白了 表达震惊时 当然还是母语最好用 当叶书华在舞台上 不小心把奖杯撞倒 开口就是一句国粹 这可让语言绿化战士宋雨琪 掏碎了心 不过 这中文也有行不通的时候 宋雨琪在猜词游戏里 想用中文作弊 没想到叶书华根本翻译不过来 驾驶证 驾驶证 骂他我 你骂你骂还是谁能够 还是谁能够 近期保军 驾驶证 我心里的疑问 大抵和宋雨琪一模一样 说你如果你每个语言都说不好 你打不打不打假的 哈哈哈哈 说中文也中文不好 韩文也韩文不好 英文也有 不过 不要再吐槽Q上 营牙力齿 都已经是胜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